董透順利來請董請賣請董 在將人的競爭這下 董透營時是完完成功 國慶鄉無情老人靈靠的比雷 大佬是24% 正是一個超哥林鄉頂 為處要按照好好照顧老大人 先為公盟無情要處理的事 在官富汗公司向衛星好地步來進出 將會用大佬3,229萬的金費 來競爭一棟有兩棟老 將近200元的競爭到公林華黨中心 並且在19核這天基盤檔透意識 我們古京鄉的人口已經達到7000多人 那25%了 所以老人家平常孩子都不在或是上班 所以他白天的時間是需要照顧的 所以現在配合中央政府的長照政策 所以古京鄉公所在前任鄉長 鄉長的時代 就透過憲政府跟衛福部 爭取了這個長津活動中心 總共是3200多萬的一個活動中心的工程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包括設計 花了很多時間 那招標一開始一直在流標 然後因為現在的物價指數已經高漲了 後來我們技術性的把內部的設備就拿掉 先做這個主體工程的一個工程 那就順利化包 這檢測活動中心 他會在每年台灣港 到時中的作為B級等舊給予幾點 極為使用 以及辦理各行在港照顧頂頂給予 未來提供一個更舒適的環境 給我們古坑鄉的這些鄉親 可以有一個比較舒適的一個活動空間 未來他們可以利用這個來做日間照顧 甚至於是可以公餐 給他們一些健康促進的一些活動 預防讓他們快速的一個老化 像一共出海裡有一個老人 就青春有一個報告 期待我當中心感謝完工藝藥 會讓提醒公開在地鄉舊頂頂 提供中部的更好的公共生活品質 謝謝林佩穎長博德